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AirWallax 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支付服务商 然后我们帮助这些跨境电商卖家 以及游戏出海 主要是有这种出海需求的 我们提供这种境外的这种支付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从15年 Hello 你可以到第一页 你到最前面那页 对对 我写个图 然后我再做一下社交传播 好的 行 好我这边可以 好的 然后我们AirWorks是从幼年成立 然后一直到今年为止 我们融了差不多地轮 然后我们的一些投资人 都非常看重我们的一些能力 然后也是不停的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现在在全球已经覆盖了130多个国家的业务 然后我们在香港 美国 就是主要的一些资金中转的这些国家 我们在这些地区都是持有当地的一些金融牌照 这样子当客户有在这些地区有这种金融 金融交易需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助客户合规的去开展这些服务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些支付牌照 澳洲 香港 以及英国 因为我们知道像支付 对吧 支付服务商是帮助卖家去保管这个货物资金的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种资金安全啊 以及公司背景一些信息都非常看重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金融交易比较频繁的地区 并且是国际主流的这样一个市场 我们都会有去申请去开设这样的一个当地的一些金融服务牌照 像这是我们目前拥有的一些金融牌照 也就是我们在这些香港 英国 欧盟 澳洲 美国 加拿大这些地区 我们去开展这种相关牌照支持的这些交易 我们都是合规合法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主要一些客户的话 不单单是电商 包括一些游戏教育物流 只要是直播金融服务 其他类似于的这样的一个支付供应商 只要是这些有出海需求的这些企业 我们都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这种境外的一些支付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单一产品 我们更希望Airworks成为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支付服务平台 我将会从三个方面去阐述我们Airworks帮助这些卖家 在境外去开展业务的一些方式 首先第一个 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全球 我们会提供这样的全球 提供一个境外的这种虚拟的一个收款账户 帮助卖家在比如说收一些欧元美元英镑 并且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印尼顿本地的一些货币 我们都是可以支持的 其次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网关能力 我们可以帮助卖家去进行换汇锁汇及做远期 通过这样的形式保留比较高的一些汇率利润 比如说最近这个人民币一直在 美元一直在增值 对吧 从那个月初的6.3到现在 汇率今天看了一下差不多有6.53左右 等于说同样的一美金 从月初到现在就相当于里面可以增值了这个两毛钱 所以说汇率在这个跨境业务开展的过程中 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当现在这种形式下面 它的汇率波动非常非常剧烈的话 如果说卖家没有特别好的这种资金管理的一些工具 或者是一些供应商去服务的话 那可能无形中就会产生很多这种外汇的一个损失 那么我们Airworks就会有非常多类型这样的产品 去帮助卖家去尽量的去减免 去避免这样的一个汇率波动带来的一个影响 首先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收款收担能力 去帮助卖家去服务它的一个全球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资金需求 首先像比如说今天来的很多朋友 他可能是做电商平台的对吧 那可能有一些是做独立站的 那不管您是在哪个地区去开展业务 那您首先会通过前端的这样的一个支付渠道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PayPal 包括其他的一些支付工具去收 去收款收境外消费者的资金 或者说是去成去销售你的产品 那么不管是亚马逊啊 还有独立站也好 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当地币种的这样一个美金账户 外币账户欧元美金英镑等等 这样的账户去帮助您去承接这样的一个资金款项 也就是说您可能不需要有自己 不需要去境外去香港去美国 去去注册这样的一个账户 那通过我们Airworks 你就可以用一个公司主体 创建全球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账户 去收你的这些海外的一些货物款项 那么收到之后呢我们会归集到我们提供的这个虚拟账户里面来 那么您通过我们的账户再去用我们的一个下发的功能 通过我们的这个离岸汇率 离岸汇率把这个钱付给你的供应商呀 或者说付给你国内的一些采购的渠道啊 或者说把你的收入解汇成人币回国 那么从这一整套流程下来我们都是支持的 因为我们卖家在去开展这个境外业务的第一个 你要可能要付物流费 对吧 你要付员工的这一个工资 你可能要付一些其他的一些采购费用 付一些广告费 那么这些都是要求你的一些银行账户 有这样的一个付款的一个能力 可以非常便捷安全的帮您付款到您的这些下游渠道 那么我们Airworks就是提供这样的 从前到后一整条链路下来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的优势或者说我们Airworks存在的一个价值 就是第一个我们取代了 或者说我们优化了大部分传统银行的这样的一个 付款的一样一个模式 我们接入了本地的一些清算组织 关注卖家更快 成本更低的方式去帮他做成 去帮他实现这种资金的一个收复 那么传统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您通过银行通过这个电汇传统电汇 那电汇的过程中其实它是通过很多个中间行去进行这个交易清算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想从香港付笔钱到这个美国 那么它的资金路径并不一定是直接从香港到美国 它可能中间要经过一个 其他银行 比如说你你用这个ZADA付给对方的这个美国银行 那么可能ZADA跟美国之间它中间隔了两个中间行 所以说您就会您的这笔资金经过两个中间行之后 中间行它提供这种资金承接服务 那肯定是要收集手续费的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你很多通过这种全球汇款的形式 Swift的这种形式去付这笔资金的时候 对方收到的钱往往跟你实际汇出去的钱 它是不一致的 会少个几十美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由于传统的这种Swift的形式的这个情况下 导致这个成本产生 那么我们Airworks通过当地的清算网络 去帮助大家去减免或者说避免这样的一个 传统这个Swift方式这个体系下面产生的这个手续费 其次呢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全球的 这样的不同币种的一个收款账户 比如说我们支持欧元新加坡澳洲 美元英镑这样的全球的一个虚拟账户 那么去当您在不同市场 有这种资金收那个收收款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帮您去补充 其次呢我们也支持这种国际支付啊 以及这种卡支付 因为我们知道您去做境外的这样业务 比如说你要去买一些软件对吧 你要去买付支付一些广告费物流费 甚至你要去国外出差 那么当您有这种需求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提供这种传统境外非常 覆盖率非常广的Visa的这样的一个虚拟信用卡 帮助您在境外的一些费用支出 得到保障 因为很多之前我们那些客户 他可能用国内的这种银行开的这种双币卡 那么当他去做交易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就会产生很多这种汇率 以及这个银行分控导致的再来支付的这些 不方便的一些地方对吧 因为比如说我之前用我的这个中信的一个双币卡去买东西 那我我付了一个20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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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么银行就会打电话过来 打电话过来说 哎这笔钱是不是你本人在消费的 那么在这个这这这方面过程中 他确实保证了您的这个资金安全 但是一方面也也也代表 他们对于这种跨境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其实更多的是处于这种 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Airworth跟Visa这样的卡组织合作 帮助他在亚太地区给我们的商户发卡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发卡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们可以更灵活更加的相对自由的这样一个方式 让卖家持有这样的国外单纯单币种的这种Visa卡 可以去更加方便自由的去消费 呃其次呢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发的 大概的一些能力以及相关相当于一个成本 对具体的话这个到时候如果说有客户感兴趣 我们可以再具体沟通 这个就简单过一下 然后第三个我们就帮助卖家提供这种收单的一个服务 因为呃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平台做 您主要需要的就是这个收款的一个服务嘛 对吧呃用这个虚拟的一些外币账号 绑定的电商平台去把电商平台结算的资金 入账到你的这一个呃钱包里面来 但是如果说您是这个独立站卖家 那么您就要直面消费者 那么前端您的这个收款工序呃比较主流的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常见的PayPal 这样一个电子钱包 其次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主流的境外这个国际信用卡 Visa呀Mustcard的AE Discover 包括银联 以及就是这样的一个信用卡 甚至还有这个GCB GCB它主要是一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信用卡渠道 所以说当您在不同市场去开展这个业务的时候 您的这个支付方式的这个覆盖率 也可能会影响您的这个订单转发率啊 包括您的这个广告投放效果 那么我们Airworks在目前我们是支持多种这样的一个线上的 我们是提供这样的一个聚合的一个这样的支付方式 其次呢 呃我们在这个卡组织 我们在Visa跟Mustcard的是以这个发 这个收单行的身份去帮助商户 直连这个卡组去做这种交易的一样一个处理 其实我们也聚合了很多这种呃 境外的一些比较流行的钱包 那我们通过聚合的聚合的这样的一个支付接口 客户通过我们Airworks就可以接入各个国家当地流行的支付钱包 允许当地的这个消费者通过这些钱包 在咱们的这个网站上去购物 呃我们现在是这个呃 英国欧盟香港新加坡澳洲这几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收单行 那我们通过呃收单行的这样一个身份 帮助商户去提供这种收单服务 可以帮助卖家呃更加灵活更加合规 并且呃拥有更多的这样子的的一个灵活性 去帮助卖家去做这种钱庄的一个收单 呃其次呢我刚刚讲的像很多这种支付的一个钱呃 稳定的一些支付钱包 比如我们国内非常流行的呃微信支付宝 对吧那韩国的卡靠啊呃东南亚的呃 印尼的丹南呀还有什么呃 Gcash啊等等 那这些钱包在这些地区他都是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里存在的 如果说您的网站不支持这样的一个钱包 那很多情况下可能消费者他想买您的东西 那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去去付款成功 等于说您无心之中就因为这个支付方式的问题 呃流失了很多非常呃隐形的一个订单 所以说很多客户在开展这个业务过程的呃就比如筹备项目 对吧前期调研的时候他也会去看 哎我做的这个市场他的支付的一些供应商支付的市场占有率 呃到底有哪几家我要接哪些支付渠道 对吧各家的这个结算周期以及成本手续费是怎么样子的 嗯这是我们现在支持的一些支付方式 呃欧洲的话我们像支持澳洲啊什么克拉纳呃波兰的这个PS4 然后这一个荷兰的ideal德国的geopay 就是在我们在客户在我们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交易市场过程中 各个地区都有当地主流的这样一个支付钱包 所以说咱们再去开展这个业务的过程中 真的是要调研的非常清楚 因为不同地区用户的这个支付习惯 以及他的这个支付行为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们不能拿这个东南亚的一个支付需求 呃套到这个欧美 你也不能拿欧美的这个支付需求套到东南亚 因为不同市场他用户的一个习惯不一样 那么就会导致你的这个呃整个支付相关的一个东西 要去做调整 嗯我们如何去帮助卖家去嗯 去优化他的这样一个一个利润 并且去帮助他获取更多的订单 那么我们最大的一个核心能力 就是我们通过呃我们的一个风控模型 去帮助卖家增加或者说优化他的这样一个交易的一个判定 这样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呃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境外的这种交易 特别是信用卡Visa Mastercard这样一个卡 他是可以去发起巨付的对吧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卖家去去接过这样信用卡通道 或者说有了解过都是清楚的 那么我们通过更灵活更适配您的这个产品 去设定专门的一套风控机制 比如说您是卖高科单价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你每一单都是要200美金到1000美金 对吧 如果说你是这个低科单价30美金40美金 不同科单价他的这种风控模型是不一样的 高科单价越呃你的科单价越高 你的整个交易风险肯定是越高了 那我们需要去优化的这样的一个风控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针对高科单价的商户 我们一一般会开这个3D验证的功能 3D验证的功能主要他的一个主要他的一个功能就是 保证这笔交易是这个消费者本人他去发起的 也就是说消费者一旦用通过3D验证的功能去购买了人家的产品 他就不能以这种欺诈这样的一个理由去发起巨付 那么他一旦少了一个巨付的理由 等于说你的这个你的这个交易对吧 被巨付的回去的这个比概率就小很多 并且同时一旦他真的又产生了巨付 那您您再去申诉的时候 您这个申诉把这笔交易资金申诉回来成功率就高非常多了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分控机制 帮助商户拦截了很多风险将相对较高的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交易 并且保留下来尽可能保留下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订单 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一刀切 对吧我们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一个产品情况 以及您的一个用户市场所在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各个维度的一个信息帮您去优化这样的一个分控方案 进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提高您的这个订单转化率 我们会通过这样的几个支付方式 比如说订阅支付 循环支付 支付令牌 账户更新 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几个几个不同的方式去优化您的这个消费者的支付体验 那比较传统 比较有价值的其实就是这个订阅支付 因为很多做APP或者是做一些 曾经有段时间有一个有一个名词非常火 就订阅电商嘛 对吧 就是说您卖一些就长期付购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衣服 一些化妆品 或者等等类似猫粮狗粮 宠物等等类似于这样子 那么您通过订阅支付 消费者 比如说他付个39.9美金 对吧 那么他每个月他会自动的去扣除39.9美金 也就是说您一旦有开通这样一个订阅支付的功能 理论上只要消费者不取消 那么他每个月都会为您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 去来享受使用您的这个服务 那这个这个其实可以为您无形中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复购率 跟这个回头课 那么其实如果说您的供应链以及您的这个产品非常适合的话 您如果能支持这种订阅支付的话 其实对您的这个利润是非常有保证的 对吧 因为我一旦订阅了你这个产品 哪怕我没有没有 第二个月我没有再接收到你的这个广告 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那么第二个月理论上来讲 我还是去继续购买了您的产品 所以说您的这个产品种类 那么也反映出 或者说也决定了您支持 或者说您试用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跟您的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类别 可能也是有不有相关性的 到时候咱们如果说有需求 也可以再去优化去 或者说去您这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竞品 对吧 去去去去学习 看他们接入了哪些支付方式 那么去看看是否有这样提升的一个空间 对 然后我们支持的几个 就是支付方式 这个技术相关就跳过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交易的话 因为境外交易 就是跨境这种交易 外卡中它的非常大的一块 就是交易欺诈 那我们针对这种交易欺诈 或者所谓的就是 风险交易 那我们提供三个 我们在这个交易的前中后 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事前验证 我们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反欺诈系统 对吧 并且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风控模型存在 其次在交易授权的过程中 我们会通过这种消费者的一些IP 他的邮箱 或者说他支付的金额 他的卡币 包括等等 他的姓名这样的一个 可以抓取到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去做这样一个风控的一个 风控的一个逻辑判断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并且如果说您之前有遭受某些地区 比如说什么委内瑞拉 对吧 或者说是什么墨西哥 或者说您认为某些地区 某些 某些这样的一个用户 他的这种交易风险比较高 那么我们是可以支持 比如说我们把某些地区的 这个用户给屏蔽掉 这么这些地区的用户的卡 他就不能在你的网站上去刷了 这个情况下 也能避免很多这种欺诈交易的产生 其次呢 在这个交易完成过程中 我们也会有人工审核的存在 同时在这笔交易成功之后 我们还有事后审核 对 通过这样的几个步骤去帮助卖家去控制 或者说去把握 降低这个欺诈交易出现的一个风险 第四个 前面讲了这个就是收单能力 收单指的就是说 我们去收这个境外消费者的一个资金 对吧 那么我们收了钱之后呢 最开始讲的你可能要付款给这个境外供应商 对吧 那还有一块很可能就是您需要用这个在境外采购一些货物 对吧 你要去买一些去跟供应商付款 或者说你买一些软件 买一些选顺工具 买一些有限营销的一些工具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 我们Airwallex就跟Visa卡组织合作 去帮助卖家 提供这样的一个Visa卡的一个服务 好像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些地区 我们可以为这些地区的企业 香港 欧盟 英国 澳洲 这样的公司提供这样Visa的一个虚拟卡的一个服务 我们是作为这个Visa卡的这个发卡机构去合作的 所以说我们去给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 是更加反应更加快速 并且我们给的这个价格 也是更有竞争力的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我们是有 我们是有专门的这样一个支付后台的 您在后台上可以看到每个账户的这个交易的限额配置 交易的币种 以及他的这个交易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信息 我们是支持全球主流的140个币种去扣费的 也就是说不管您是在哪个地区有采购需求 我们的卡 只要您在我们Airwallex钱包有余额 那么您用这个卡都可以在今晚去进行消费去购物 不单单是付一些主流的货币 你甚至包括付一些印尼顿 付这个越南顿啊 对吧 付一些阿根廷比索 对吧 甚至付一些波兰的提资啊 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们内置了非常优秀的一个汇率引擎 能帮助您在开展全球交易的过程中 去提升您的这个消费体验 对 比如说很多卖家他去做独立站 他用的很多都是这种SaaS的建栏系统 对吧 SaaS的建栏系统 那比如说你要开个Shopify店铺 那Shopify店铺往往他就支持这种信用卡扣费 那么您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卡去付这个Shopify的一个租金 以及他每个月的这个百分比的一个佣金 我们都是可以支持的 那包括其他的建栏平台也是类似的 这个就是我们内置的这样的一个汇率引擎 我们是支持自动换汇的 然后我们提供更好的汇率 帮助您去付这样的一个境外币种 那么同时呢 因为咱们才去开展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过程中 您肯定是有很多这种市场的一个货币需求 对吧 那我们是支持10个币种直扣的 也就是说您只要有对应的这种币种 您是可以直接去用这个币种去直扣的 省了您去操作换汇的这样一个功能 并且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一个汇损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您去用这个人民币买美金 或者人民币去付美金的时候 其实这个产生的汇损往往有千分之三到百亿不等 的这样的一个汇损存在 所以说咱们如果能节约掉这样的一个汇损 其实也会无形中也会为企业创造不少的一个利润 然后我们现在支持的我们现在这个卡片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主要就是一个电商平台购物 比如说您要去阿里巴巴采购东西 对吧 去一些亚马逊采购一些东西 其次呢 比如说您有这个云服务的需求 您要买一个什么阿里云 谷歌云 亚马逊云 您要用这个云服务去架持一些服务啊 那您也可以用我们这个卡去购买云服务器 其次呢 比如说您要给这个个人发卡或者说您的员工有海外国外出差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么您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卡在境外 允许这个员工他去订机票订酒店 或者说买东西消费购物这样的一个一个需求 呃 这些就是我我今天全部讲的可能讲的有点乱啊 对 因为也是呃第一次就分享也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就是说咱们如果有遇到什么呃 对我刚刚讲的或者说跟支付相关的有遇到什么问题的呃 也欢迎就是呃提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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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